大家好,这次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的台湾防疫的很成功 然后美国派卫生部长去学他的经验 捷克的议长去了台湾,也拿回了很多口罩 为什么台湾这次防疫能够很成功呢? 因为是他有一个,就是蔡英文下面有一个就是苏贞昌 苏贞昌本身就是做过台北县的县长 所以有很多基层的工作经验 虽然他工作作风有点粗暴,简单粗暴 但是对新冠疫情来说是正好是对着胃的 还有的就是台湾一直对卫生方面搞得是不错的 有朋友去过台湾,觉得台湾人民也是很善良,很友好 待人还是不错 以前台湾在防SARS的时候,他也就有这种经验 有人就说了说台湾是有那种和武汉的直达的航线 为什么台湾还能做得这么好呢? 因为他对那个直达航线就是从武汉回来的 包括从大陆回来的 后来包括他是陆导的人都进行了跟踪 进行了追访 这样的话就能让这个疫情减小非常非常的多 这是他们裁了在机场就作为一个口去做 台湾本身就是一个海岛 它不是一个疫情的发源地 控制疫情输入相对于中国大陆比较简单 像美国这边,像美国大陆也是相比比较简单 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蔡英文当选嘛 蔡英文连选连任嘛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不好 很多自由行的现在也不去台湾了 而且就是还发生那种 有一个旅行车在台湾翻车了 有很多人冷言冷语 也是伤了大陆人的心呢 我去给你送钱了 你对我还是这么不好 还有限制那个大陆的学生 也是采取了一些措施 所以就让那个游客少了 那个大陆到台湾的学生少了 然后这关系还处在冷战的一个新阶段 两岸的交流几乎是冰封 所以阴擦阳措的 保护了台湾在第一时间没有被疫情吸取完 第三个就是要夸一夸 保护台湾 倒美人 人很有卫生意识 因为大中华这个意识 在台湾的朋友 总体卫生意识是非常强的 能积极的配合防疫的措施 就是牺牲自己的民主 自由把自己的资讯也能够保存下来 台湾很重视这个医疗和尊重医生 你看他这个像那个现在又重新当选的高雄市长 那个姓陈 他就是医生出身 有很多的律师和医生 容易成为他那个地方的领导人 所以都乖乖的戴口罩 所以病毒就被口罩打败了 连流感也一起消失了 而且台湾有个体系 就是说他生产那个口罩生产的非常多 他不但能够让台湾自己内部用 内部可以用500万片 他可以出口700万片 他是基中国大陆之外的第二个比较大的 出口口罩的 而且他对的质量要求也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觉得台湾这次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台湾人平常对专业的医师 护理人员都尊敬 又怕死 所以疫情一发生 第一时间从一丝口罩立马就全部都戴上了 还有一个人 还有网友就开玩笑说 台湾没有加入世界伪生组织 所以他这个地方政府 时刻保持对所有新型病毒的谨慎和强烈的优患意识 这也使台湾取得了防疫成绩的关键 所以因为以前经历了SARS的事情 所以觉得这一次台湾非常怕 非常害怕 所以就神经就崩起来 有一点风吹草动就崩起来 以前呢 就是如果出现大的流行病 其他的地方出现流行病的话 就是很容易 台湾很容易中标 所以有了以前的经验教训 所以就是做得好了 所以我们为台湾这次疫情保护点个赞吧 有网友就分析说 台湾SARS有潜力 牺牲了十多位医护人员 所以这一次要全力配合支持 严管入境人员做到滴水不漏 这是重要的关键 口罩征收 并没有被哄抬物价 就是还要给大家发口罩 政府统一来发 现在恢复正常生活 然后民众还是坚持戴口罩 其他的国家不知道肺炎人传人的可怕性 所以连口罩都排斥 所以这一次还是比较好的 这就是台湾疫情的防护 受到了全世界的注目 好的 我们就要表扬一下 就要赞美一下 我们觉得台湾做得很好 很不错 感谢您的订阅 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 希望将来有机会 到宝带台湾去 环岛行一下 这么美好的人生 我们要享受生活 健康是第一重要的 不要钱在银行 人在病房 人在天堂 这将就是悲剧在发生了 所以感谢各位朋友的订阅 拜拜 再见